最強母雞 侯友宜 一字排開 這二十三名挑戰縣市長選戰的參選人 為中國國民黨全代會拉開序幕 緊跟在後的是黨主席朱立倫的喊話表態 夏立妍仿中事件朱立倫正式公開定調 其實早在全代會登場之前 另類一言堂 黨員統一口徑說辭表達立場 夏立妍仿中反臺後 隔天的國民黨全代會黨中央表態 黨員先後立挺向極了宋南大會 夏立妍不僅身為國民黨 黨副主席 更是臺中市府國際事務委員會 成員之一 仿中爭議 遭投入臺中市長選舉的蔡啟昌 連番提出質疑 敏感時機下的仿中爭議 對岸似乎不領情 即使國內批判與護航的聲音並沉 朱主席的表態 似乎不認為夏立妍和錯之友 三零雄台北 台中綜合報導 敏文發展 事件 警官